他运动也流汗 可是他不运动也一直在流汗 那他就觉得自己怪怪的 那后来他就去看了内科 结果去内科一两发现他的血压非常高 到两百多 可是因为他才三几岁 所以医师也觉得说 你这个年龄还属于在很轻 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些 那个内科的降血压的药 可是他陆陆续续吃了半年 他发现他不管换什么药 他的血压就是一直没办法降到一个 很正常稳定的状态 那后来他就去做进一步检查 结果居然发现他是在 腺上腺的地方长了一颗肿瘤 运动都会流汗 特别是晚上 本来晚上我们代谢率低啊 他在床上准备睡觉 这时候如果发现 怎么全身湿淋淋在流汗 就要开始小心了 我遇过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平常都还好 他也不认为他有什么问题 结果他有几个症状 他耳朵下面开始摸到肿肿的 他常常有时候感冒啊 淋巴肿大啦 这种点他现在发现也会这样 不过他忘了一个特别的 会痛的 没事 因为感冒这种发也会痛 不会痛的才有事 他就这样三四个月也不理他 结果发现 越来越肿的时候才去检查 来不及了 他是淋巴流 事实上他就是有恶性中毒 他就是癌症 因为他比较晚发现 后来发现之后 他也没有配得好好治疗 他不到六七年就走掉 不过他特别提醒 这样的淋巴流 他有几个特征 他会摸到肿的东西 可是他身体会变瘦 那再来呢 他白天 常常莫名其他发烧 最后搞得自己很虚很累 这个都是肿瘤的减兆 比如说你傍晚运动完了 可能洗完澡之后 冷气下来的时候 你可能还会继续流汗 对 那你流汗你不要害怕 可是有一次我再出外景回来 就夏天 晚上睡觉睡觉半夜 一直流到冷 很不舒服 过两天又好 有可能 对 冒冷汗的时候 我们会去摸他身体 身体是冰冰的 还继续在流汗 那就变清瓜 那个就是身体某些警讯 对 如果他是热热的还在流汗 那一般问题不大 像瓜哥刚刚讲到说流汗 就是运动也流汗 不运动也流汗 我确实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这样 就是说他大概快40岁的一个外商公司 银行的主管 那因为他长期就是需要出国出差 所以他工作压力很大 不过因为他平常也很注意养生 就是有上健身房运动的习惯 那以时尚他也很注意 所以就说不管他的身体的状态 或是他的体态 其实都保持得还不错 可是他有一阵子就觉得他自己很躁郁 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心跳一直处在那种很紧张的状态 对 然后常常动不动 就是说他运动也流汗 可是他不运动也一直在流汗 那他就觉得自己怪怪的 那后来他就去看了内科 结果去内科一两发现他的血压非常高 到200多 可是因为他才三几岁 所以医师也觉得说 你这个年龄还属于在很轻 对 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些内科的降血压的药 可是他陆陆续续吃了半年 他发现他不管换什么药 他的血压就是一直没办法降到一个很正常稳定的状态 那有一次我刚好遇到他 我就跟他聊天 我就发现 奇怪他以前看来就是很阳光 运动型很健康的样子 可是那一阵子我跟他聊天 我发现他跟我讲话的时候 就一直拿着手帕在擦汗 对一个男生 然后皮肤看来就比较苍白 然后一直这样湿湿的在流汗 那我就说你这样感觉就是 就是听你的描述还有样子都不太寻常 对应该要再去做进一步检查 而且吃了半年药怎么血压一直都还是 就是还是很高 那后来他就去做进一步检查 结果居然发现他是在 肾上腺的地方长了一颗肿瘤 叫四个七八瘤 他是在肾上腺的水脂 长出来的肿瘤 所以他会变成 就是说他一直分泌肾上腺激素 所以这个人在这种肿瘤的状态下 会很像一直处于那种要 逃难的那种状态 年轻型的如果他没有家族 没有什么高血压病史 二十几岁 十几岁有高血压的话 其实我们要检查的特别会多 并不是说你六七十岁你有高血压 也许就是随着年纪 动脉硬化造成 年轻型的很多 四个细胞里以外 比如说肾脏 动脉的 肛宅 或者其他的都有可能 就要找出其他造成的原因 我再分享另外一个案例 像我们在急诊 如果看到倒汗这件事情 我们都会很害怕 会担心 因为后面可能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常常来急诊的病人 就我很痛啊什么 有时候他们为了要 让医生赶快看他们 或者是他们想要 表现真的很严重的样子 所以他们这个可以演 但是倒汗这件事情 是没办法演的 他跑 那个汗跑出来 就是跑出来 你没有办法去演的 对 那有一次就有一个伯伯 他七十几岁 然后他是 然后会觉得心悸 所以他就来急诊 那一次第一次做检查 没有问题 结果第二天他又来 又觉得更痛了 而且会痛到背后 急诊最怕的就是 除了心肌梗塞之外 要不然就是主动卖玻璃 所以他就帮他做了一个 电脑断层 就电脑断层做下去 没有看到主动卖玻璃 就发现他的 右翅的翅 有好多颗小小颗的东西 这样子 那就问他 除了胸悶心悸之外 你还有什么不舒服 他就说他其实晚上会倒汗 而且他这半年来 体重减轻了 20公斤 对 然后就变瘦了 那所以就 听起来好好 但是也太多了吧 可是如果倒汗又体重减轻 然后肺部又有一些结解 当时我们担心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症状 也没有发烧 所以我们那时候担心的是 长肿瘤 结果最后 住院上去检查 他是肺结核 对 所以肺结核也会 就是一些特殊的感染 肺结核是可以瘦这么多 他也可以瘦这么多 他说你想要瘦 对 可是他比较特别是 他通常肺结核会咳嗽 而且会有痰 而且还会有咳血痰 他都没有这些症状 所以他用这个去表现 可是这样有问题就来了 他中间接触过多少人 他的家人在他的屋檐下 跟他相处多久了 对 所以扩散开了 对 所以像我们这些接触的医护人 其实我们 像我们每次医护人员 我们每三个人员 就要造一次S官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 虽然不是高级疫区 但是我们其实台湾的肺结核 比我们想像的要多 比如说我们2015年的话 我们光是肺结核诊断 就有一万 一万 有这么多 对 死亡率500多 2015年 像有一次 还有一个肺结核大吐血 我们大家就是穿了全副武装 它是咳 咳血 咳到那个没有办法呼吸 因为是直接从肺里面 那个肺结核破掉 然后冒血 那我们就全副武装去 就后来把它稳定了之后 再去问 他当服务生 我们当服务过多少的人 听起来不可思议 因为三四十年前 你主要卫生所大概是 注意灵病 没毒 那种刮红布条 现在就是注意肺结核 我们觉得那个病 应该绝肌了 还没有 对 它只是慢慢慢慢有变少 但是还没有绝肌 对 像我擦过最年轻的肺结核 是二十村口的年轻人 美国人比台湾人更擔心 我们台湾的肺结核 对 台湾人要去念书 要去移民 他一定要弄清楚 到底有没有肺结核 所以他就讲到 那时候我在美国 我那时候是肺炎 结果我要回家 他说不行 因为你在台湾当过医生 我一定要留你的痰 确定你没有肺结核 所以在他们的眼里面 提升更危险 而且他认为 亚洲人 台湾人就是一个疫区 台湾人其实是算疫区 对 所以后来我就说我没有痰 我想回家 我的孩子再找妈妈 然后他就说 好吧 那我们抽痰 我生平第一次抽痰 又流鼻血又吐这样 所以后来我在医院 看护理师帮病人抽痰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有那种同感 因为真的不好收 你有硬硬 但是我还是提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胸腔内科 都专门在收这种感染性 尤其是肺结核 其实他们都会在一个 所谓的隔离病房 那其实我们进去 都一定带那种全副乳装 但是呢 我们那个医生很可爱 他每次都带 这个是不好的事吗 他都带博博的口罩 他说为什么 他说其实因为肺结核 如果你家人有肺结核 你不要都弄异样眼光看他 通常你待的时间要够久 你才有机会被传染 所以他是自己是说 大概你至少要待 四到六个小时以上 就说等于你是一个 算是照顾他的主要看护者 那种人你一定要去检测 可是其他如果你只是说 这个人生病了 你来探望他 你只要做好防护措施 基本上不用那么担心 我之前就有一个 30级接近40岁的女生 她来看诊的时候 她其实最主要的主数 就是夜间导汗 她可能那时候 其实网路已经开始很发达 她自己上网查 她的第一个想法 也都是那个所谓的淋巴癌 或者是一些肿块的问题 所以她就一直要诱导我 往那边走 因为她就说她体重减轻 她这个真的有夜间导汗 那当时的时候 她就有提到一个点 是说她白天清晨的时候 她都会稍微咳个一两声 我们就还是 该做检查去检查 所以S光一定会照 在S光其实发现了就是 典型的肺结核 它在我们的肺部的上方 会出现空洞化的表现 那一看到这个基本上 就一定是肺结核 但她的年纪如果回推 那时候我们其实已经 疫情已经防治得算很好了 我就问她好奇怪 你以前有 就是你 你不是那个疫区的年纪的人 后来才知道说 她其实在她二十岁年轻的时候 她照顾过她的先生的爸爸 她先生的爸爸 其实就是肺结核的患者 那因为她是长久照护者 所以她就可能会潜藏在我们身体里 在你甚至免疫力不好的时候 可能没有发 对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是年轻人 你曾经有照顾过的老人家 有肺结核的 不妨就去做一下检测 如果又有我刚刚上述的症状 那女生还要小心 因为女生 尤其在这个停机后的十年内 都还是可能会出现夜间导汗 但这种就是两性的 它就是个更年期的一个症状 那肺结核传染是靠肺结核传染 所以如果你有接触过肺结核的病患的话 而且它是开放性的话 大概你有三成的机会会被感染 可是你被感染之后 你要到五年后才发病 所以这些 如果说这个病人 他被确定是肺结核的话 他的家属 有一些会预防性的投药 因为觉得他的危险性太高 有一些就是 要观察到超过五年这样子 那发病会一直咳 对啊 会怎样 会咳嗽吗 大部分的人都是咳嗽 然后咳血痰 这是比较常见的 对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 会夜间倒汗体重减轻 对 但是如果没有夜间倒汗体重减轻 是不是就不要担心了 我们都说林黛玉 其实不是死于什么心 什么难过 是肺结核 那是肺结核 对 我们没有突然减轻的问题 对啊 我们没有减轻 但是也是有状态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会一直咳 天气变化 对啊 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问清楚 肺结核到底哪些症状 是啊 不过这个还是提醒 预防性的检查 但至少每年照一个S光 S光 就是只要照胸腔S光 就是照胸腔 到加一颗或一颗 他就不然你照一颗 好 再放一下 好像 好像刚才少 现在担心的肺腺 空气污染 这个也能看得到 我们的话 其实在临床上 也会遇到一些病患 他会来问一些 就是出汗的问题 那像出汗的话 我们常见的话 就是像我之前有一个病人 他就会讲说 他自己啊 就是他运动的时候 他是大概二十几岁的女生 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身体都不太流汗 然后只有头 这个部分会流汗 所以我们不同位置流汗 其实它有不同的 一个代表的意义 如果通常头部 比较会流汗的话 其实我们中间讲说 气虚 就是你的免疫力 比较低下 这种人的话 他其实特别容易感冒 或是比较容易生病的人 他就是身体的状况 就身体不流汗 头流汗 然后再来的话 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就是产妇 因为我会到那个就是 在生产完之后 去做会诊 那那个产妇 因为大部分生完小孩 前三天大概都比较 九成以上的妈妈 都一直流汗 可是那个流汗 这个妈妈流汗就特别奇怪 他就只有鼻子这边 他鼻子这边就很明显 看到他就是 这边都是小小的汗滴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妈妈觉得奇怪 说什么 他就只有鼻子这边 特别流汗厉害 那鼻子的话 其实他反应就是肠胃的问题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那腻下的话 但是如果你发现你最近 腻下流的汗 跟以前的汗量不太一样 就是汗量好像突然变多了 那因为我们中医讲 腻下那个地方有一个穴道 叫做极犬穴 它是心经的穴道 所以经常反应的话 是一些心肺上面的问题 而且我们中医讲说 汗为心之意 其实你光是流汗这件事情 就会导致说 过度流汗也会让你的身体 心气比较虚 比较容易疲劳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 手心脚心的一个出汗状况 那我们中医讲 手脚心的这种发热流汗 它是属于身体的阴虚 那阴虚的话 大部分会出现在一些就是 长期紧张压力或者是像 更年期的女性 完蛋了 手中吗 对 那怎么感觉我手都抽汗 现在手都抽汗 发红 或者是甚至就是 有一些流汗的状况 通常这种大概跟西医来讲 它会跟就是 我们讲自律神经失调 这个部分会比较相关 可是像这种天气对不对 我们冷气 这个棚内还是有冷气 我那天有访问一个歌唱比赛 访问我看地板怎么都是 我以为他哭 应该都是像水滴嘛 水滴 结果看他眼睛也没哭 他两只手拿麦克风这样 第一手看 这种天气 我不是说夏天 水滴的滴都是 有些人是因为他天生手汗 手汗 可是这种天气 在摄影棚还留着 紧张就会 有遇过那种小朋友 他是一紧张 他就像写烤卷 他手要拿那个流汗 对 他要用手汗 那你用钢笔写全部晕开了 是很可怜 起毛笔也是 他就是一定要用手帕包着 不然他那个手就一直汗 这个开刀没办法注意 可以 可是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我的状况就是 我在摄影棚这个地方坐着 其实我的腋下 已经可以在流汗了 如果是夏天的话 我更夸张 我是有一次 我就录影讲话讲一讲 我怎么觉得我的腋下在滴水 跟瓜哥刚刚讲的一样 是用滴的 然后有时候甚至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整个都是 那你去看过医生吗 有 可是也是说要割汗腺之类的东西 听说割了会跑别的地方 对 我就是想说 那如果他跑到一些 其他的地方 那会更麻烦你知道吗 那我刚刚他讲的也是 我想说心脏问题 而且我是这几年才发生的 我不是说从以前就开始 这种腋下很会流汗 就是这几年你才发现说 哇 怎么腋下特别会流汗 你生四个小孩之后就会流汗 就是整个体 生之前有吗 没有 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说也没有觉得说 他是用低的 就生完四个 应该身体要变好什么 对 就变了是 他是用低的状况 然后而且我现在刚刚讲了 我现在其实已经 又有自立神经的问题 请问一下你怎么 带小孩去做云霄飞车 你手都流汗了吗 对啊 我就讲个话 我也会流汗 其实现在手汗脚汗也不一定太到 那怎么办呢 其实可以打肉毒素 对 其实这个每个月都会处理 蛮多这种手汗脚汗 是 打肉毒感应就可以 可是我腋下有打过没效 手汗脚汗比较有效 大概一年打一次 对我来讲 我好像有点重症 是 是真的 把它封起来跑别的地方去 对 这不怎么讲 还是要散热 还是要爬 放舌头 就看我一天到一天 舌头就一直咸咸 其实中风病人有些也会 我们讲温度感觉异常 或者流汗不对 其实碰过就是 刚好中到的是什么 就是自律神经控制的中枢 我之前碰到一个病人 他来就是头晕 头晕觉得怪怪的 他走路麻麻的 幫他做一下感觉测试 他刚好对策 感觉是异常的 后来发现他真的是一个 我们讲脑干的一边的一个小中风 当然刚刚提到过说流汗很多 或不流汗 其实临床上我们也碰到过 比如说中风之后 或者某些其他的疾病造成 我们讲自律神经功能失调 自律神经功能失调 在神经科来讲 其实我们讲就是跟 心脏血压心跳 或温度感觉 或者肠子蠕动那些都有相关 我们怎么去测一个病人的 流汗有没有流汗 以前的教科师做法是什么 就是身体涂那个淀粉 拿进去烤箱 蛤 身体涂 淀粉拿进去烤箱 烤一烤 烤一烤 汗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哪一边有汗哪一边没汗出来 一边看到一个病人 半边真的脸蓝色 身体蓝 哪边蓝的 你都很清楚真的是有汗跟没汗 那我变蛋糕烤出来 没有 蛋糕没那么热 只是普通酸奶烤箱 但现在来讲 是不是不太可能 我之前碰那个阿伯就是这样子 他第一次来告诉我说他头晕 问一问他说姿态性改变 占久等等那些 就好像自律神经功能失调 我说有没有其他的不舒服 他说都没有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就做自律神经 我们讲做个勤斜床的检查 确实他自律神经真的有问题 我问他说 你没有其他的不舒服 这次他居然跟我讲 究竟你比较半边不流汗 我说你第一次他就没讲这个问题 半边不流汗 可是你知道在医院里面 你怎么去帮病人检查说 半边有没有流汗 等等的问题 我想说那外面大太阳 你要不要出去跑两圈 我们再进来看一下 他真的去跑个两圈 流了汗进来 真的看到他那个 他那时候夏天穿T恤 他真的是半边身体有汗 半边身体没汗 很明显 真的很明显 后来帮他再去做检查 发现他脑干同样的位置附近 就是有一个小肿瘤在那边 多到汗这件事 又分很多种 不是流汗也有学问的 就是有夜汗爆汗冷汗无汗 那其实每个状况会不太一样 夜汗就是只有晚上流特别多 这时候有时候暗示的是 有一些肺结核的一些感染 结核菌的感染 或者是一些癌症肿瘤 那如果是爆汗这件事情 就是整天 汗都一直爆一直爆 流得比人家还夸张 甲状腺的一些疾病 腎上腺疾病就会这样 那另外一种是冷汗 俗称沉寒 可是流冷汗这件事情 很多的感染 发炎全部都会 只要你身体不舒服 它是一种警讯 就是暗示你身体哪里有怪怪的 所以你觉得冷和却在冒汗的状况 一定是身体哪里有不对 不要觉得没事 只是流个汗 要特别注意 那最后一种 不流汗也是有问题 该流汗不流汗 前面大家讲很久的中暑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是神经出了问题 被压迫 或者是神经受伤 就会有局部不除汗的状况 那我们现在要分享一个 病患其实是一个外籍的劳工 那他其实一开始来救诊的时候 是被仲介带来 那仲介把他带来的原因 是因为他老板 怀疑他特别的偷懒 都不认真工作 他老板被抓到他好几次 每次在中午之前 放饭正式的时候 或晚上正式的时候 他都会提早一两个小时 躲在小地方在那边吃饼干 然后在那边吃泡面 他就会说 因为他不吃会觉得很累 很疲倦 那老板就会觉得 他根本就是偷懒的 可是他觉得吃完东西会好很多 可是这暗示者 是不是滴血糖 大家就很熟悉 我们就请他做一件事 以后这状况 公正公开的 直接扎血糖 就一扎 大家都吓傻了 血糖正常大概80到100 70滴血糖 他只剩40 就只有40多 40多 那是因为他长时间 习惯了这个滴血糖 所以他还没到昏迷的阶段 再更低一点 他几乎就会有昏迷 就完全不省人事 所以我们就开始全身 就给他做一些抽血 就发现他胰岛素超级高 胰岛素的浓度 无时无刻都维持在非常高的状态 就我们进一步的检查发现 它是一个叫 那个胰岛素瘤 就是身体平常你吃东西 会释放多一点的胰岛素 去控制血糖 可是胰岛素瘤是 无时无刻24小时 无时无刻一直释放胰岛素 所以你常常就很容易滴血糖 所以后来他去把它切除之后 后来回诊 在追踪的时候 老板就跟他说 在 非常好 所以老板错怪他了 我也是碰到这层顾虑 因为我从小有一个问题 让我很没自信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就是手汗 手汗的话 可是在国中的时候觉得说 这件事情太困扰了 尤其以前写作业 写到左边右边都全部洗掉了 然后跟朋友之间也 完全大家都有自闭 都不敢人家有握手的这些行为 以前很多艺人拿出麦克风 就会滴下来 对 我之前就是这么严重 就上了国中之后 家里面就觉得说 不行 我的个性真的因为这件事情 受到很大的影响 要解决它 可是那个年代 要做手汗的手术 其实是蛮大的手术 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询问到哪个医生比较好 后来有一个很有钱的阿姨出现 阿姨说 这个交给我处理 我带你兄弟去 知道我有学生的 我说真的可以吗 我好像看到神仙出现 真的很困扰我 尤其喜欢女生 你都不好意思跟她告白 后来就去了某一个 那时候最有名的医院 请那医生帮我处理 阿姨在旁边 我就这样坐在旁边 全身珠光宝气 贵妇这样 就听了医生跟我讲 我就一直问医生说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医生说 这要从胸腔进去 全身麻醉 把这个胶感神经好像烧掉还是什么 我有点忘记了 之后你这个手汗 就会 然后听到改善两个字 阿姨就不行 就站起来了 你改善 不行 然后医生说 会啦 基本上就是 没有什么问题 什么基本上 一定要成功 而且我跟你讲 我上网查过 不是 我有报纸查过资料 你这个会有什么 代偿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生命会找出路 这边不流汗 就从其他地方 对 我跟你讲不可以 代偿然后有人会胸又背 就造成很大的困扰 他说 你不可以代偿 手汗也要好 就是我认为 其实当下我都觉得 好像有点为难医生了这样 医生说 这个可能没法百分之百 可是我动刀基本上八成 那阿姨说 不什么八成 不行 我决定了 你们动刀 我跟得进去看 他说因为他担心我 他说你这个全身麻醉 如果没醒来怎么办 不行 我要在旁边 你帮我穿那个什么 消毒的进去看 他就说不行 就真的已经为难人家 到最后已经两个吵到不可开交 我还 我那时候还15岁的一个小男生 我在那边当调停人 世主变公亲这样 没关系阿姨 没关系 我这个办这样好 我觉得医生有他困难点 我们就去做 这么全微应该OK 医生就 后来就帮我动完这个手术之后 我手汗也真的好了 好了三个月 对 我就一向半生 我就很紧张 说怎么会这样不是好了吗 而且 其实 在那个过程当中 那三个月 除了手汗冒出来 我的代肠也出现了 我变成在 胸口跟脚踝 本来只有手的 现在都变那么多地方 对 然后我的脚踝 就会一直冒汗 然后阿姨就带着我回去 我就破口大骂 医生说 你说百分之百 怎样 怎样 她说其实本来没什么问题 可是你当时给我压力太大 她就变成说 她怕我代肠真的太严重 她好像她只有烧一半 不敢全部 或三分之二 不然就是我取个中间值 可是可能 因为那时候我们 国中高中都打球 球队 然后新人代谢也比较快 又怎么样 好像似乎又接起来 也怎么样 我的手汗又复发 那到现在还没好 对 其实有改善了 已经不会像以前 我真的会留下来 拿着笔就低下来 所以你没有再去 自己再做第二次手术吗 有 本来当爽就要求 但是就跟医生讲了 医生说 这个我可以帮你继续再看一次 但是如果沾黏 不好意思 我原路要退回来 这些东西我不做 她就不处理 而且我不敢再去尝试 是因为我永远都记得 动完手术那天晚上回去 我整个晚上几乎不能呼吸 有这个后遗症 很痛苦 就是整个晚上这样 这个很辛苦的过程 我不想再来第二次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喔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